新南向周年巡礼 新南向周年巡礼的系列访谈 希望能让听众朋友了解新南向这一年以来推动的情况 而今天我们叫锁定的国家就是越南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台师大华语应用学系的副教授 杨冲龙 杨老师 好 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老师好 这个越南这个国家跟我们还关系蛮密切的 台商在那边发展的这个算是蛮成功或顺利的 当然除了这个上次的暴动之外 不过越南自从改革开放之后 这个外商投资越南是络绎不绝 这个贸易出口是急速成长 其中电子业是一片新向荣 土地开发跟营建业也是相当的蓬勃发展 但实际上越南目前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呢 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说明一下 是 越南在整个东协里面 它算是制造业的后期之秀 它从这个其实早年台商进到越南投资的时候 其实还是传统产业比较多 不过呢 如果我们观察台湾跟越南的关系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是说 越南的政府应该可以说是在东协国家里面 算是跟台湾关系比较密切 比较愿意主动配合跟台湾的施政 所以新南向政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越南一开始就会放在A区里面 大家讲到新南向政策 很明显的就会觉得说 越南这边是很容易成功的 那目前呢 如果以这个人口的交流来讲 目前在台湾 就是婚姻移民 从越南来的 还有呢 就是外籍学生 从越南来的 都是独占凹头 就是说是人数最多 那台商的人数 虽然就说整体的统计起来 并不是最多 但是呢 如果以近年来的情况 还有就是说 常住或者是经常往返 那个两地的这个台商来讲 那还是越南越南最多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都会把这个越南 当做是一个重要的地点 然后呢 它的这个经济成长 其实是就说是前段班的 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东协国家里面 是前段班的 那当然有时候是上上下下 这个跟越南它本身的那个原物料生产 还有工资的上涨是有关系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到底来讲 这个政府呢 其实现在是致力于经济发展 算是情况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国家 我们知道它也算是共产主义国家 这个是不是比较奇特的地方 就是说按理来说 这个在过去冷战时代 这个共产主义的统治 共产党做统治的时候 大家会很害怕 可是呢 台湾跟越南有一个特殊的关系 就是说在越南一开放的时候 其他国家都还害怕 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时候 台商就大量投入 所以等于说是 就说是台湾跟越南有特殊的渊源 所以我们在那个 它很困难的时候就进去 就算了占了基先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越南政府普遍来讲 对台湾的台商都还算很信任 不过老师刚刚讲到 因为为什么要提到 它是共产主义国家 因为共产国家 这个常常做出一些这个政策 会令外界觉得很可不及 对 譬如说他为了要加入TPP 哇不得了 一步到位 连美国都对他这个大家的赞扬 觉得越南为了要加入TPP 可以把这个政策修改到 这个非常合它的标准 所以让外界都觉得 哇这个国家真的不得了 不过老师 事实上刚刚您也提到 台商是很早就投入到 越南这个市场 不过越南这个发展的状况 就是说过去 台商再进去越南的时候 会有碰到一些这个障碍吗 一般就是说 过去碰到最大的障碍 是这个就是罢工 跟这个就是工资上涨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如果他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他在政策上 无可避免的 一定会照顾劳工 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是等于说 任何在越南的台商 必须要考虑的 这个最基本的成本在内 那其实呢 就是说 刚刚讲到说 因为越南政府 他也是非常积极的经济发展 所以他其实还是会 积极的跟这个 劳资双方互相协调 是 那么比较有趣的地方 应该是在于说 这两年 其实 我们说 本来这个 如果你看那个 过去的工资上涨 还有过去曾经发生过的 劳资纠纷 还有暴动等等的因素 但现在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整体数据来讲 去越南投资的台商 只有更增加 并没有减少 是 所以 经过暴动之后 经过暴动之后 是 这个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来特别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说整体来讲 就经济来说 那他的条件还是很好 我想他的条件 应该可以把它归纳为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因素应该就是人口红利 这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国家 他的这个 他现在也是这个人口大国 其实已经慢慢的要往那个 一亿人口这个方向迈进了 直逼菲律兵 对 然后呢 他的那个 他们就说 因为是传统儒家的这个 受到儒家精神的影响 所以 民众特别勤奋 当国家呢 长期以高成长的数率 一直这样成长 已经超过20年了 也就是一代的人都在这样情况下成长 他们呢 越南现在 就是说信心满满 年轻人都觉得说 只要他努力呢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到 他的人力素质 是可以训练的 是 然后 那个最重要的一个 就因素就是说 其实这个 越南其实他 其实是治安稳定 治安良好 然后社会稳定的国家 所以 相对来讲 你在其他地方 需要付出的这个社会成本 并不高 所以这个还是 很多台商是首选 不过老师 你刚刚讲那个 人口红利嘛 还有工资上涨这个问题啦 这个因为工资上涨 它是用法律来规定 就是说 每一年大概是5%到7%嘛 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 那但是呢 这样的状况之下 会不会迫使台商 要在那边做一些 这个经济转型呢 现在其实 其实您刚刚提到说 电子业 其实像 包括电子业 后来进到越南 其实就是他经济转型之后的结果 就是他早期的时候 都是看上越南的劳力秘籍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投资 都是劳力秘籍产业多 我想最有名的就是保存 保存的自协业 他在那边有一个保存的 自己的园区 他里面可以超过10万人 在那里生活 所以他是原来当初进去的时候 是以劳力秘籍产业为主 但是我们看大概差不多 已经有差不多也将近10年了 就是说高科技的产业 也大力引进 那这个东西是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就是说对于外资来讲 需要就是说找到便宜的 高素质的人力 那么越南的 越南他在这些年 他所培训出来的人才 的确也可以慢慢的去 handle这些技术层次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 这个往高科技的方向发展 所以台湾的一些就是科技厂 陆陆续续都到越南 找地设厂 那么到最近都还有新的 新的就是说去那边考察的 那么刚刚讲到说 这个工资上涨的问题 这个好像是相对的 就是有一些是在中国大陆投资 后来觉得中国大陆工资上涨太高了 而转到越南 但是也有越南的台商 因为觉得越南的工资高了 他转到其他工资更低的 像柬埔寨 缅甸这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国家 在选择自己的这个 就是怎么样在工资 还有就是照顾劳工福利 以及经济发展之间 要取得一个平衡 不过老师您刚刚提到 人才的问题 您看目前我们心难一下 在人才的培育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在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越南 根据统计 这个数字不小心 是不是现在有在更增加 但有6000家的台商 在越南这个就是营运 但是越南在台湾的留学生 大概只有5000多名 我认识一个台商朋友 他在那边找一个秘书或助理 是非常难找 就是所以这个人才上面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更加强 我觉得如果相对于台商的规模 其实目前我们所培养的留学生 其实是大大的不够 我觉得就是说新南向政策 如果能够在这个方面下功夫 应该要突破过去的格局 因为在目前 就是说虽然越南的台 越南的留学生 在台湾在外籍生里边来讲 已经算是很多了 他现在是仅次于马来西亚 是马来西亚最多 对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你相较于越南 他一年就说将近百万的 这个就是中学的毕业生 大概差不多只有四分之一的人 可以进到越南的本地的大学 在现在越南这个望旨成龙 望女成凤的那个情况下 其实越南现在已经取代台湾 现在是在几个重要的这个留学国 都是重要的留学输出国 那这个如果你跟越南的留学生 就是说要讨论 那他们其实是付了高昂的代价 到欧美地区 包括日本包括澳洲去留学 那么如果说 他们目前大部分都对台湾 印象是极为良好 但是呢实际上 然后他每一年 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留学 学习中文留学的人 是台湾的五六倍以上 所以你这样看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台商的 就是台湾的那个整体 就培养人才这个部分来讲 还是对越南来讲 那个进步的空间很大 那我想有几个观察 就是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台湾虽然经营了那么久 台湾的大学 普遍对越南大学 还是不够了解 所以呢我们的那个管道不畅通 那就是说更何况 如果说是 就是说他们的高中毕业生 直接让高中毕业生来台湾念大学 就这件事情来讲 那台湾并没有真正深入到 他们这个 就是说中学的这个管道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 就是说给这个越南的印象 就是说台湾的签证 是非常难拿的 现在还是很难 那这个表示说 其实是我方在推动 这些相关政策的时候 部门跟部门之间的协调 中间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假如新南向政策 要认真把它做好的话 就应该在这个时候 彻底的把这个部门协调弄清楚 因为假设我们是真的 希望多培养这些人才的话 他应该只要有简单的 这个就是说保证的这个管道 就可以让他来就说就学 或者是受训 那么我们不了解说 这个花那么多的代价 我们自己部门之间的那个差异 造成的这个困扰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我这边特别要附带 讲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越南的学生 一般来讲对台湾印象良好 所以他们会有兴趣来台湾留学或进修 或拿这边的学位 那这个因素在最近这个台塑发生 那个越岗厂事件之后 产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那个这个就是说在越南 大家所知道这个台塑 它就是叫做FOMOSA 那其实呢 他们对于台湾的那个 国家印象的那个良好 据说这个发生FOMOSA这个事件之后 影响很大 很多家长甚至觉得说 对台湾信心不足 那反而就说 现在就是去这个日韩的人数 就说意愿就增加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我认为说台湾目前的政府 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面 并没有非常的在仔细 非常在乎 它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 都把它当作是个别厂商的事件 没有去注意到说 其实国家跟国家直接的交往 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其他国家 都已经提升到 所谓的公众外交了 你一个国家在任何 另外一个国家 这个形象的豪坏 绝对影响你到最后 整体的这个 互相交流交往的 这种品质跟绩效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应该是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OK 所以还是有要加强的部分 好 节目进行到这边 我们要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到现场 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越南现在是不是有一些 经济转型的契机 是台上可以切录的呢 我们马上回到现场 在地新闻 全球大事 不同语言 多元事业 1422台湾台 从早到晚 给您最多样化的台湾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您现在有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台台湾 之音所制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要进行的单元 是新南向周年群里 而今天我们要锁定的国家 是越南 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 台师大华语运用学系的 副教授杨冲龙杨老师 好 老师我们刚刚提到 人才培育的问题 那不过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这个有关于 这个越南的经济发展好了 相对于泰国 哇 现在提出这个泰国4.0 或是马来西亚很早之前 就提出了一个经济转型的计划 越南是不是在这个时刻 也有一些经济转型的计划 这个国家重大的政策要推动呢 是 越南本身 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它就是计划经济形态的 这种经济体 所以它是固定会提出这个计划 定期的会来审阅跟发展 所以它其实是目前 就是说它是有很多的计划 那我们如果观察台商 跟目前在东协之间的 这种经济合作的事项来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像日本 韩国 还有跟中国 他们在越南这边所下的力道都很多 没错 那我们台商虽然就是说 看起来就是我们还是算独善凹头 就是说台商在越南投资算多 虽然有时候排名现在可能是排第二或是第三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有些台商刚刚进去的时候 是用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公司的名义 所以实际上台商可能就数量来讲 还是算最多的 可是我们跟刚刚讲到的 其他国家竞争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到一个很重大的不同 就台湾在越南的投资 缺少国家对 缺少国家这个角色 我们到目前为止台商让他到越南 都是个别厂商 让他们个别去发展 那么政府只在旁边做辅导 到目前为止 台湾并没有像日韩 由国家出面来整合 这件事情讲起来就非常可惜了 明明台湾其实是有实力 好好去争取一些好的这种计划 大型的计划能见度高的计划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是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新南向政策如果能够 就是好好的来规划 其实应该就是说加以整合 比方说像越南现在所提出来 这个新的经济的计划里面 交通建设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这种需求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日本跟韩国都 日本韩国中国都是在那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因为当你要提出一个 就是说涉及跟工部门交涉的这种 大型的公共交通建设 这个一定是要有国家组队 国家出面协助 然后这个时候才有机会 进到这个谈判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说 台湾有很多厂商 其实过去都是 就是说因为台湾是上下游分工很细密 所以有很多情况下 个别厂商做他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 但是只要一牵涉到公司要整合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我会建议就是说 如果台湾真的要做一个真正的新南向政策 是应该考虑 就是说成立专门的组织 举例来讲像日本的这种商社 他其实是可以由政府来筹主 透过这个商社就可以对于这些大型的公共建设 做调查研究 然后先把各部门找好 这个时候等到有机会去争取这样的案子的时候 就可以把台湾各个不同的厂商把它组合起来 那目前到目前为止 我方因为没有去扮演这个角色 等于说这些真正重大的这些案子 在台湾都是缺席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以再努力的地方 是这也就是日本韩国可以切入到这个越南市场的最主要 那当然 那当然 而且呢 就是说实际上日本跟韩国 他们在当地下的功夫 都是超过 超过只有经济建设 或那个经济上的投资 是 像日本 他相当重视的是 他要怎么样 就是说让把对日本的了解 打到打入他的公部门 是 他可以在他的那个最好的外语大学里面 捐整个这个日语学系 给他们 是 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是下长期的功夫 那像韩国呢 就说他可能会很在意说 我怎么样在当地形成一个韩国的社群 所以这个政府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相对来讲 我们台湾看起来就像是散兵游泳一样 打不出这种整体战出来 那可以说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 不过老师 这个当然这个投资是一件事情 但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这个像2013年发生这个排华暴动事件 风险我们必须要评估或注意的 老师您认为 在现在在越南里面 我们在投资上面有什么样的经济风险 或者政治风险必须要注意 其实我们应该把刚刚讲的几件事情 把它统合过来看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人才不足 你可以发现目前过去台商 因为它是个别台商去经营的关系 所以台商到最后用了大量的 从中国大陆找来的中间干部 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造成 就是之前讲到的越南的暴动 这个事情的原因 同时台硕的那个越岗厂 当初一开始发生问题的时候 也是因为它用了大量的 这个中国的工人造成 那换句话说 我们在像人才培育的这件事情 就缺乏一个整体的了解 那所以说我们等于说有很好的基础 但是过去没有国家出面来主导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厂商 就是说把更多的那个台湾的干部 跟从越南 从台湾训练出来的越南干部 让台商所用 那我觉得就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整体配套的不足 那这个情况下 需要国家政府发挥更大的这个效能 跟这个力量才有办法做得到 好不过老师 这个话说到国家队 我们知道越南其实跟中国的关系 也非常的好 对不对 对这个在政治上面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呢 实际上的情况刚好倒过来 因为我们知道说 越南它对中国的那个 这个关系是比较复杂 我们说第一件事情是说 目前的越南就是它的这个文化 政治经济各方面深受中国的影响 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越南呢传统上它会认为说 就这个国家呢 历史上唯一真正会威胁到越南的敌人 也是中国 那在目前呢 因为南海争议的关系 等于说把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矛盾 白热化了 那但是呢 这个它迅速的 又必须要把这个情况 回复到正轨 那在这个这种情况下 它潜意识 对台湾是有好感 有很多事情呢 它会宁愿跟台湾这边来合作 所以呢 在照理来说 在这个情形之下 假如我们把我们自己的 做该做的事情做 该注意的风险把它避开来 其实台湾可能是越南更好的一个合作伙伴 OK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一些风险 包括之前发生的暴动 或者是说包括这个台硕 集团在这边碰到的那个问题 其实呢 假设我们自己 整体观的认识不足 那这些问题还会发生 那但是呢 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发生这些问题 有台湾这边 应该深自检讨的地方 那我们就应该调整出来 才能够跟这个越南这个国家 共融 共享那个发展 是 不过老师 这个一定要问一下 我们很多台商 去这个越南发展 都看准的就是 过去越南是TPP的成员 也是RCEP的成员 OK 现在当然TPP可能已经要胎死腹中了 但是呢 RCEP对台湾的利弊 我们要怎么评估 另外刚刚提到中国大陆 对不对 一带一路 它从越南那边 应该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这样的规模的计划 我们要怎么样 这个借由这个一带一路 可以让我们在那边也有一杯羹可以分呢 我们应该换另外把这个问题提升一下 就是呢 一带一路相当于是中国在那个 就是东协这个地方找到一个重要的势力点 那么因为它主要是投入到基础建设 像越南这样的国家 它是需要基础建设 如果我们看总个东协的地区 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台湾目前在东协的这个整体的发展里面 欠缺一个基地 欠缺一个就是说前进所指挥所这样 其实本来越南应该是最佳的一个地区 那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你要做到这个 就是说刚刚讲到这种 就是说TPP或者是RCEP 那我们说同样 越南是就是说少数几个 同时是两边都参加的这个成员 我们可以知道说 越南的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发展上的重要的战略位置 那假如我们在衡量刚刚讲过的 这个台湾跟越南的关系 实际上台湾是可以把越南当作重要的 南向政策的指挥所 简单这样讲 就是说假如呢 我们目前没办法立即的 得到就是这个东协 经济共同体 整体的这种经济整合的优惠 但是我们呢 在越南设定的这些基地 它就可以就是得到取得这样的优惠 那变成就是说 就是进入到其他国家市场的一个基地 假如我们有很清楚这种观念的话 这个呢 就是说跟这个 就是说跟这整体的发展来讲 既不冲突 那也可以得到我们我方的这些好处 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区域合作 里面大家都要计算它的最佳利益 那我们在我方目前呢 在没办法立即进入到这些 区域合作的这个机制以前 看起来透过跟越南的合作 应该是最快速的那个方式 也可以看得出来 越南在这个东协国家里面的位置 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台湾可以适度的去 这个透过台越之间的关系 去做一个更前进的发展 无论如何呢 越南算是台湾在这个东协国家中 目前发展跟影响力 还算是成功的国家 但是未来如何可以保有 这样的一个优势 要面临的挑战 可能也算不少 那后续值得我们要继续的努力 那今天呢 我们就非常感谢台师大 应用华语系的副教授 杨聪永 杨老师为我们所做的深入分析 谢谢老师 谢谢